对于2050年全球城市禁令碳排的骑程 全台各县市加快脚步动了起来 而为了检视永续城市的竞争力 市议员曾梦录在议会咨询时指出 市府相关局处施政做法上 确实都尽心尽力 但在杂志所公布的环境永续评比上 却成为六都吊车尾 发展规划应该多做检讨改进 六都夺冠的是新北市 所以我也很疑惑为什么我们高雄没有 而且还是低于平均 刚刚询问我们的局处 其实对于禁令条例 各局处所要做的工作内容 其实他们是了解的 但是我却发现一件事情 在明年度的市政计划上面 却没有任何的针对禁令 或者是永续这方面 有任何的一个政策规划 那所以其实在我们这几次的评比 我们都可以发现 远见杂志还是金周刊 还是天下杂志 他们其实都把SDGS 或者是禁令这个目标 把它纳入就是考核的一个标准了 尤其是像这个SDGS 在这次的金周刊 这样的永续评比 其实都可以发现 我们在整个市政的目标上面 似乎在永续城市这一块 并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在六都的评比 我们是最低分的 除了要求市府单位 检视自身政策执行面 朝城市永续的方向加速努力外 郑梦路另外也提醒捷运工程局 应该加速省视轻轨路段上 是否就近建置检疫型厕所 方便司机在长时间的执行中 遇到紧急需求 不用再尴尬的向附近店家借用洗手间 因为其实轻轨成员 我们都知道 它的全长度是22点多公里 那其实长度很长 那整个车程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那其实在其他的县市 他们已经在开始评估说 是否是要去新建厕所这件事情了 可是高雄市政府的轻轨 这个部分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划 目前都是针对说 我们邻近的商店 或是警察局 公家机关 可以去出界的部分 去把它做一个有厕所的一个标示 可是问题是这些 我们所标示的这些点 离我们的轻轨战师在太远了 如果真的有三级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处理 郑梦路希望市府捷运局 在未来轻轨司机 一趟将近150分钟的驾驶时间中 要赶紧安排 可以临近使用的洗手间 减轻刺激大哥生理负担 也让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 记者李嘉隆 王仲凯 高雄报导